据美国海军新闻,网站,8月9日最新报道,美战舰已经是离港口,向东海海域方面移动,据悉,美军第七舰队包括里根号和动力航母在内的战舰已经全部出动,对此,美军表示,鉴于第13号台风,将会向日本北州岛地区移动,风速可以打倒11级,美军横须和海军基地在台风路径范围内。 由此看来,台风威力之大,美军业无力对抗,只能出海躲避。 据相关报道,近期台风在日本横行,虽然之前受到牵连,但是美军并没有做出大动作进行调整,但是此次台风来时凶猛,美海军也只能全部躲避。 据悉,日本海军战舰也随着里根号和动力航母出海,这其中包括安提塔号巡洋舰,斯塔森和麦克坎贝尔号驱逐舰。 据相关报道,台风的破坏力相当大,美军曾经遭受了巨大损失。 即使海军力量再强,也照样没用,面对强大的台风,做好的方式就是提前躲避。 美军使专家表示,里根号航母是能够抵御12级台风的,鉴于外部设备和大量舰载机,美军也不会冒险去和台风硬抗,避免遭受巨大损失。 据悉,里根号航母战斗群,曾遭受第八号台风的袭击,美军第一时间撤离该区是向安全海域,但是面对又一次台风来袭,本次也不得不再次出海躲避,但是因为维修的原因,包括蓝领号指挥舰在内的多艘战舰只能原地待命,接受台风带来的损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